记者刘晓新章话报道, 鹿岗出现粽子高高挂画面, 触动了民港神经鹿岗庆端梁系列活动即将展开, 去年主打夜的龙舟, 夜的鹿岗大受好评, 今年的端午点灯扩大范围, 从原本的鹿岗老街, 工会堂, 福禄溪, 扩大到中山路, 亲民路, 文武庙, 北区游客中心等地, 但有鹿岗居民眼睛看到, 北区游客中心竟然出现粽子高高挂, 就挂在北区旅客服务中心前方的公共艺术陆岗邓屋拱门上方, 还拉上封锁线, 让人心中毛毛的, 高度联想到日前才在陆岗篮球场的宋肉总压杀仪式, 彰化县政府城关处长马英杰说, 这是粽子造型的香包, 陆岗邓屋造型就像凯旋门, 除了香包灯饰, 还有艾草造型灯饰, 前方草地还有喜鹊与花朵, 代表喜相逢, 马英杰说, 端午点灯已经展开式灯, 26日晚间会正式点灯, 到时候就会把封锁线撤掉, 陆岗邓屋还设计有流星灯, 不只可以欣赏灯海, 还可以穿越陆岗邓屋拱门下方, 马英杰说, 陆岗文武庙将有功名祈福灯灯光秀, 灯光舞台方有个大粽子造型灯, 加上12个包子造型的灯光, 取其包装之意, 现场也会有祈福卡让民众填写, 这是特地在文武庙置脚取得同意才设置, 陆岗邓屋, 陆岗是我家世事年前的公共艺术作品, 由打造安平树屋的刘国仓率领团队设计, 由将近800多张板凳所搭建, 屋子内是一间老房子的轮廓, 象征住陆岗人欢迎大家来陆岗做客的热情。